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,我是Yuki 今天又來分享 日本人在家裡也會常常做的一道中華料理 先打開我們家的倉庫 把砂鍋拿出來,先來煮個湯 今天要做兩菜一湯 蘿蔔泥玉米排骨湯 紅燒豆腐 以及一道非常下飯的番茄糖醋雞 其實日本人的一般家庭裡面 不只會做日本的家常菜 也會常常出現很多日式的中華料理菜 日本人本身也很喜歡吃中華料理 像青椒肉絲,麻婆豆腐,還有煎餃 這些菜也會常常出現在日本人的一般家庭的餐桌上 今天就不打算燉蘿蔔了 直接在湯裡面加入蘿蔔泥就可以了 蘿蔔,麻婆豆腐,大小火 蘿蔔,通速殺連接 蘿蔔,蘿蔔,大小火 炸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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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醬汁 炸骨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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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让鸡丁腌好之后 准备要来煎鸡丁 其实一般是要用炸的 但是我用煎的是想要降低一些热量 我用来煎鸡丁腌 炸的热量 炸的热量 鸡丁腌 炸的热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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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接着要来做一道简单的红烧豆腐 酱汁里面加一点老抽 让酱汁看起来更鲜艳感觉更好吃 其实老抽就是酱油里面加了焦糖 所以颜色看起来比较深 老抽是为了节省让食物上色的时间 让食物看起来更有食欲 其实并不会比较咸 收汁之后这道简单的家常菜就好了 今天有汤 吃着 吃着 喝着 吃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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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這道番茄雞丁 也是大人跟小孩都很喜歡的下飯菜 每次煮這道菜,大家又會很快又添飯了 好吃 好吃 這麵麵超好吃的 你們一起 sequencing 嗎? 非常好吃 雞講師,這道菜一道普通拍社會一道 快點 小 idag empieza 嗯 嗯 没有吃豆腐 你的饭没了 又要再来一碗 你没有吃 来豆腐 你这个鸡肉还有哦 还没看到 这个鸡肉比较硬 今天这个鸡肉比较硬 这个鸡肉比较好吃 你是不是要来一碗饭 还要 这也要煮到饭了 这个也要煮到饭了 这也要煮到饭了 这也要煮到饭了 你也很想吃 您的味道 我很好吃 嗯 這麼 只要你吃 你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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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餅長 你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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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吃 你吃 你吃 我吃 可以插进去啊 这样子 这个应该是这一个 这个我腹一杯 有汁 汁有汁 今天还是很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